卢州市的活动中心不多 但是社团使用率却相当的高 其中树德发展协会使用的场地 天花板已经掉落了 经过市民的反应 县议员特别邀请了相关局势现场会看 因为漏水的关系 树德发展协会经常活动的场地 原本由前任理事长投资整理的天花板 经过十多年来出现掉落情形 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 县议员在向现场反应之后 特别和相关局势到现场会看 针对于我们西前树德活动中心的修缮费用 它可能既有的公所已经会有编列预算 当然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来跟县政府争取 二十万到三十万的这个修缮费用 活动中心的维护和整修 原本是市公所应该负责的部分 不过碍于修缮经费可能不足 县议员请相关局势来想想办法 我们县府几个相关的单位 共同来研商 看能不能尽快把它促成 那这个部分作业程序上 我们会尽量把它简化 那希望跟公所合作 赶快把这件事情给它完成 除了天花板得灌掉 墙面也需要重新粉砂 在不景气的此时 市民更需要充电 活动中心的整顿 看来动作得再快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